早晨,大家好,又到Lily順潘特的時段了 今天想和你們介紹一間平天半島 可以看到環迴而開揚的海原景之餘 還附設有裝修,連部份的傢俬一起租 或者賣給你的優質四房套租賣盤單位 想誠意和大家推介 記得登入我的Youtube頻道Lily Trump審候你 按訂閱、訂閱,然後按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每集精彩的內容了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這間市場小有放盤的四房套租賣單位 是位於擎天半島的一座低層B室 實用面積1236平方尺 一層有六火,附設有六個升降機 而它置成一角在這裏 我們一起脫下進來看看 進來,你會經過這個深牆的圓關位 右邊就是廚房和工人套房的位置 最後和你們介紹 看著這個長而光明的客飯廳 大約有328平方尺 非常闊落好用 夠光明 而這個廳另一大加分位 就是有特大L窗 還回地可以看到九龍站上蓋的公園景 部分維港景 開揚的南巴勒海峽 亦可以看到奧運站部分的城市景 景觀非常環迴立體 再者,我們看進來客飯廳 樓底高度有9.4呎 採光度非常不錯 所以放吊燈亦不會有壓迫情況 超加分 首先和你們看看近廳旁邊的主人套房 未計浴室位都超過173平方尺 放了一張雙人床 還可以做兩邊床頭櫃 亦可以做到極充裕的三邊落床效果 而床頭位靠右邊的牆身絕對沒錯 因為在這個大L窗 還回地可以看到更遼闊開揚的海原景 房間亦更光亮、舒服 而床的旁邊亦有一個大約2呎深的衣櫃 做到上頂 足夠你們放了一年四季的衣物雜物 就算天天到園芳商場做Shopping 這個櫃都夠位置 門口旁邊亦有多一個陷入式的衣櫃位 做到上頂 可容納的空間真的非常多 浴室位置是經重新裝修改動過 這裡附設了一個特大的淪浴空間之餘 雲石的長色配襯 感覺亦是高貴大氣 比原有間隔 變得更有空間感 而且這個浴室仍是名次設計 真是超級加分 再者 出來這個主人套房 經過客飯廳 再和你們看看另外三個房間 另一端近廳的房間 是善用走廊的位置 拿來做陷入式的收納櫃 非常聰明的設計 這間房間大概接近66平方尺 非常方正好用 窗台位不再說 亦可加以善用 拿來做書桌位 亦是不錯的選擇 這間房間這麼闊落 足夠放雙人床 床頭櫃 甚至梳妝桌 或衣櫃 都絕對沒問題 門口上 推開就是隱藏式收納櫃 出來走廊位 推開可截門 就是另外兩個房間 右手邊這間房間 大概有79平方尺 L型的間隔 同樣負設了一個L窗 在這裡望出去 可以看到更開揚 而遼闊的九龍站上蓋公園景 及部分維港景 環媒地 亦可看到開揚的南巴勒海峽 這裡亦訂造了一勒深厚的收納櫃 大概有1.2呎深 而門口旁邊亦有陷入空間 可以讓你訂造一個高深的收納櫃 做到上頂 令房間更威一 對面這間房間面積相弱 大概是75平方尺 同樣放了一張闊落大床 門口旁邊亦有陷入式收納櫃位 而右手邊的牆身 亦做了一勒高深櫃 接近上頂 大概有1.7呎深 足夠你們放了一連四季的衣物雜物 作者出回來經過走廊位 再和你們看看下次的位置 這裡是經重新裝修改動過的 雲石的長色配襯 感覺亦很有格調 這裡亦保留有浴缸的設計 所以這間房子基本上 鑽五至六個人也是超充裕的 出來我們由另一個角度 看看客飯廳 你可以看到非常光猛、方正 而且極有空間感 而飯廳旁邊亦有一個收納櫃 打開它有沒有留意 還有多一個對流窗 這個櫃大概有1.4呎深 可容納的空間亦非常多 令整個客飯廳更齊整龜一 超級加分 經過圓均位 再和你們看看廚房 附設兩邊工作台位 收納空間同樣充裕 這裡還有兩線大窗 推開它還可以浪衫 而廚房保養相對地 亦比較新淨 基本設備包括抽油煙機、明火煮食、雪櫃和洗衣機都有齊 三、四個人煮飯亦不會有迫劫的情況 裡面還有工人套房 未計浴室位也超過27平方尺 容得下工人姐姐 下面還有充裕的收納櫃位 這裡還有名次設計 可以給工人姐姐一個獨立空間 非常加分 這種全屋都是保養非常新淨 還要是多貴 連部份傢俬給你的優質 四房套還回海原景租盤單位 市場放盤必定是本酒必酒 最難得就是容易約體 有興趣的話歡迎隨時聯絡我Lily約體 如果想了解更多 尖沙咀九龍站富人一帶的筍 周邁潘一華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Lilysum 沈厚尼 沈厚尼 多謝你們的支持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